刪掉不要的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我這邊已經把它做出三個按鈕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運作OK 所以這邊的話 三個按鈕把第一個按下去 第二個 第三個刪除的話 這三個不能不見 結果這兩個沒動 我看一下 是不是我選的 我知道我應該是刪除的 這個應該是指定的按鈕 沒指定對 我讓它試一下 指定那個 時間到了 到底什麼狀況 Chart 等一下我看一下 點面 主要是去抓它的名稱 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Chart 如果是的話就刪 不是的話就不刪 那可是我現在 最後我看這個地方 Ctrl Q看一下 print的那個 我們可以用print的 這個ActiveChart的Name Button 所以這個下一個 再來下一個也是Button嗎 這個 都第一個 難道是這邊要改成I嗎 第二一個 OK 或者是說另外一種寫法 我有兩個寫法 一個是for each的寫法 一個是for i的寫法 底下我這邊也有放 所以你們回去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現在 如果用這個 for each的每一個 全部把它刪掉 看一下刪除 想要用這個方法 對這個可以 所以這邊把它重新指定 刪除所有的 OK 所以一個、兩個、三個 這樣OK了 一樣呢 程式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主要是什麼 判斷說 它的Name 它的名稱 的後 Labs 前五個字 是不是叫Charge 如果是就刪 那如果不是 就Button 它按鈕就不刪除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回去再試做看看 畫面再黃點 各位一下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今天的話 你們就把這個檔案 存檔 存檔的名稱也許叫什麼 製作圖表吧 然後呢 就把它存在 這個 到時候我會開Portle 開那個Moodle 那你們就再把那個 作業 再把它上傳上去 就可以了 OK 今天先到這裡